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 我是石涛 在有关拜登家族的腐败 美国大选 在我眼睛里 他实际是牵动着 整个这地球上 人类社会未来的走向 可是在美国的社会的媒体当中 社交媒体当中 在中文的媒体当中 应该是被这件事情打击得措手不提 不知道该怎么办 另外一个 可以看到中共的大外宣系统 对整个全人类的 这种中英文的渗透极深 他们知道 这件事情对拜登 对美国的极左势力 共产党的代表的极左势力 是致命的打击 一种神迹的打击 他们无以应对 所以大多都莫不作声 可是在美国人的环境中 大家知道 这事儿就是天平倒向了川普 天平倒向了川普的意思 是天意来的 跟大家分享这期节目的下半部分 推特 Facebook 在10月14号中午的时候 静香把这篇报道 原始的报道全给封杀了 所有报道该内容的 转贴该内容的账号 全给封掉了 他们就封了 封了两天之后 在星期五的时候 推特老板一大早 尽了个礼 我错了 认错了 认错了 他真正认错了 他说这么做是不对的 在美国参议院的议员的压力之下 要传唤他和这个Facebook的老板 到参议院国家安全委员会听证 你们为什么这么干 推特跟Facebook 以自己所谓的安全理由 基本做法一样 习近平说为人民服务 实际是把人民当成猪狗不如的 共产党就这样 他们也是为了保护人民的概念 说不让免受黑客的攻击 从而他们却成为真正的黑客 因为他们要蒙住所有人的眼睛 一样 完全一样 但是呢 利益的东西在天意的背景之下 会被撕裂的 作为推特 两天之后 老板自己认输 说我错了 一认输 这个东西就完了 他承认认错 但是呢 那个就是这家媒体的 在推特上的账号 还没有解封 所以你可以看到中间的那种瓜葛 这篇报道就是这个意思 在被披露的与中共国相关的内容当中 主要是华信集团 有两条消息 能够验证的 第一个 华信出面 成立新公司 做能源的 请他做CEO 年薪850万 那里面的报道 里面的董事会 他们已经挑好人了 现在的意思就是 他的做法 跟他爹之间的故事 是什么 在星期五 福克斯新闻网 就接触了一个 跟他一块参与做生意的人 包括跟华信集团谈买卖的人 这是一个人 那一人们作证 说他赚的钱 有相当于50% 要给他爹 在他的这个 email上 他谈论的说 叫big guy 有个大人物 这是那个大人物 大人物要分钱的 我们的成功的一切 要靠这个大人物 这就是这讲的新证据 那现在的故事 就是如果有很确凿的证据 拜登自己 在儿子的生意中 去拿到钱了 拿到钱了 对不对 有这样的证据标出来之后 他就有可能失去了 因为当时他是总统来的 他就有可能失去了 这个总统竞选者的身份 因为这东西不容易咯 那全美国 笼统上说 全美国的一半选民 要选他呀 他代表着民主党的利益啊 对不对 所以你没有完全准确的证据 那你也推翻不了他 但他会左右这样的事情 会左右选民们投票时的决定 FBI介入调查 这个社会是个大分裂的社会 FBI介入调查 调查什么呢 调查说父子跟中共国之间关系很紧密 FBI介入调查 FBI介入调查 说这东西是不是栽赃 这FBI把自己给卖了 那块硬盘 在去年的12月17号 交给了FBI FBI没了下文 一年之后 9月份 那个店主才找到了 朱利安尼 美国共和党 已经向美国联邦选举委员会 提出质疑 提出质疑 FBI在当初 拿到这块硬盘的时候 正在弹劾民主党 正在弹劾川普总统 那弹劾的内容 却跟这个硬盘披露出来的内容 讲的是一件事情 他却反着走 那共和党提出质疑就是说 FBI当初有没有这东西 如果有这东西 他们不向白宫汇报 那是独职罪 如果有这东西 民主党应该有条件知道 是这么回事 因为FBI把这件事情压下来 里面一定有民主党的黑手 那在这个背景之下 拜登是国家的敌人 就是国家的出卖者 作为联邦选举委员会 你是否能够再批准 他的竞选资格 结果我们看到的这篇报道 是台湾媒体转载了ABC跟美联社 他不提之前的故事 他却提FBI在调查 这样的指控是不是栽资 今天的世界就是完全正邪大颠倒过程 这是福克斯新闻网 他从他的渠道拿到了最新的证据 谈到了有关亨特拜登在email上 在电子邮件上去讨论跟中共国之间的生意往来 就是成立那家新公司 第一成立新公司 第二叶简明华信的老板 叶简明请他 拜登的儿子 做这个华信集团的顾问 年薪1000万美元 原因的条件就是背后有个大人物 指他爹 那这个亨特在他跟自己的女儿之间的对话的时候 他的女儿是哥伦比亚大学法学系的 法律系的 人都是名校 跟他女儿对话的时候 就直接讲说 因为他女儿管他要钱 说你爹赚钱不容易 你爹赚的钱 有一半要给老爷子 就给你的爷爷 这个东西 因为他有一万一千多份电子邮件 相信人们在 他得花时间看 一篇一篇看 在里面如果要有着蛛丝马迹 讲出了拜登 就是亨特 什么样的钱 给了他爹 他爹又接 谢谢他儿子 说儿子不错 你给了我钱了 他们就完了 星期五的晚上 拜登 在参加一个活动之后 在他登飞机之前 就在机场 有个记者问他 有关纽约邮报的这篇报道 他当场就把记者给骂了 他当场把记者给骂了 那个视频就流出来了 那个 我以为这个道理很简单了 就像这期节目一开始 我们讲的 对这个问题 他基本失控了 在我眼睛里 拜登 今天拜登 基本上就拜登了 就跟那个拉登一样 拉登就是关灯了 拜登也就没了链了 拜登了 他确实就拜登了 他知道已经没戏了 在明明懂得没戏的背景之下 在大媒体的这种阻扰的 就是阻碍传播的这种被动的局面下 走完大选的路 他现在不敢撤选咯 那如果他是个正常的人 这么讲 在美国的政坛 三级政府 无论你是联邦的 州的还是市一级的 如果这种事情出来之后 你作为现任的市长 州长 或者你是议会的这个议员 通常遇到这种事情 都会辞职的 更何况 你只是个竞选者 所以我以为拜登 在今天真正北美的文化中 他在非常艰难的 走完最后这十几天 是什么样 无所谓了 那美国的大媒体 在这件事情打击下 失去了方向 不知道该怎么办 所以他透显出 在人的环境中 出现的正邪的大对类 而这一部分 显示出来的是天意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见会儿